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经提出就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各个产业强国纷纷响应并提出了本国的发展战略 使之成为全球产业转型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概念 工业4.0不仅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工业系统 也会深入影响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我将分成三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工业4.0是怎样产生的 第二部分 工业4.0有哪些核心技术 第三部分 工业4.0时代人们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 第一部分 我们先了解一下工业4.0是怎样产生的 讲工业4.0之前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及其代表性的科技 让你对工业4.0有一个纵向的历史上的了解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 标志是蒸汽机的出现 从此 工程制度取代了手工工坊 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标志是电力开始取代蒸汽动力 各种电器 电动机的相继发明 远距离输电的诞生 让电器工业蓬勃发展 被广泛应用到生产和生活中 同时 内燃机的出现和应用 推动了汽车和飞机工业的诞生 这一切让石油工业 眼睛 造船等等行业 快速发展起来 而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原子能 电子计算机等领域 取得了重大突破 于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了 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着的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大概念下 专属于工业领域的概念 就是工业4.0 而如今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 他们将推动智能互联的机器和系统的发展 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 而工业4.0的智能化 就是要给这个庞大的工业机器 装上一个拥有洞察可以预测的大脑 所谓让机器思考就是这个意思 让机器思考很重要 让机器思考什么也同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 这就是产品定制化的目标 第三次工业革命 使得人类的工业水平大幅提升 工业系统追求规模化 标准化 自动化 这促进了工业经济的极大发展 但也导致各种产品千片一律 长得都一样 而在那些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 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 人们开始进行新的消费升级 不再满足于被动选择 已经制作好了的整齐化衣的商品 转而去拥戴那些可以满足 个人特殊要求的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 已有的工业生产状态做不到 而手工作坊的匠人倒反而可以做到 这才出现了那种反工业化的商品逻辑 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动 最终一定会开始倒逼工业的再次转型升级 工业系统已发展到新阶段 也就是4.0为目标 目的就是要把现在的生产链 打造成高度智能化 把供需链条的两端彻底打通 让产品的定制化可以非常轻松地实现 未来的工厂必须能灵活 快速地为消费者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不然就会被淘汰 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看工业4.0有哪些核心技术 工业4.0就像是阿基米德的支点 谁掌握了这个支点 谁就可以在未来撬动整个地球 而撬动的杠杆就是工业4.0的三个核心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和物联网 先说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可不是单指数据本身 不是机构发布的一些排名 盘点之类的东西 大数据的价值是基于海量数据 找到数据的内在逻辑 最后给出结论性的意见 而当数据量达到一定规模 通过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 就能拥有预测未来的洞察力 当然了 想要让这项技术真正发挥出改变世界的力量 关键还是在数据的规模上 就像在沙子里淘金 首先沙滩要足够大 但是要想拒起这样巨大的数据沙滩 非常困难 越是掌握着数据的企业 越知道数据的重要性 也就越不肯开放数据 数据在未来是关键资源 谁掌握了数据 谁就能主宰世界 拥有了海量数据 还需要工业4.0的第二个关键技术 云计算来发挥作用 有人这样比喻云计算 说它就像一颗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超级大脑 我们人类所产生的所有信息 都可以立刻上传给这颗超级大脑 让它帮我们运算 再得出结果 许多单靠人脑得算上万年的信息 云计算只需要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就能处理完 唯一的遗憾是 云计算其实是有实体的 它的实体就是一台台倚靠电力维持的服务器 如果想要拥有巨大的运算能力 就需要制造更多的服务器 而为了在工业4.0时代里占据优势地位 全球的科技企业都在试图不断开发 云计算的运算能力 试图通过云计算向外扩张地盘 在这种时候 运算能力实际上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工业4.0时代 我们究竟想用这些技术做点什么呢 简单说的话 其实就四个字 万物互联 人们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 构建物联网 世界上存在很多系统 比如自然是一种系统 人类社会是一种系统 工业是一种系统 信息产业也是一种系统 以前这些系统都倾向于彼此独立 只在各自的内部 形成自己的循环系统 而在工业4.0的未来 这些系统会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改造下 打破原来的界限 走向融合 形成一个更大 更包容的统一系统 达成一种万物互联的状态 这就是物联网 同时也只有在万物互联之后 我们前面说到的 高度的生产智能化和产品定制化 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部分 工业4.0时代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在工业4.0的场景下 未来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会被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中 国际电信联盟在2005年 就构想出这样一幅图景 当一名司机出现驾驶失误的时候 汽车会自动报警 你的公文包会提醒你出门 忘带了什么东西 每一件衣服会自动告诉洗衣机 洗衣粉的用量和水温要求 不仅如此 随着可穿戴设备 传感器技术等的不断发展 物联网的敏感性和智慧程度会不断提升 最后你甚至感觉不到物联网的存在 但其实无时无刻不再与它互动 不仅是个人领域 人类社群的方方面面 都会与无处不在的各种智能设备 发生关系彼此互动 人类群体的一切都将实现智能化和定制化 智能家居将代替保姆和管家 服务你日常的每个细节 城市中每一个居民和家庭互相连接 组成社区 所有楼房 绿化 交通网 医院 超市 停车场等 都将连接起来互相协调 形成极其高效的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身处的一切都将被工业4.0改造 所以在未来各行各业都将升级为新的形态 作者感叹 这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工业阶段 不过 优喜参半 工业4.0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其实也对每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近几年随着智能工厂的概念的发展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讨论不断扩大 许多人很恐慌 技术革新会不会带来大范围的下岗潮 随着技术的发展 未来会有很多传统岗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你也不要太担忧 虽然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会取代许多人的岗位 但并不表示人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作者认为在工业4.0时代 人在生产中的工作内容会发生很大调整 因为有了机器 人们就不用再操心生产过程了 转而把精力放到关心结果上 旧的生产岗位消失了 但新的岗位会出现 比如会有越来越多的岗位 要求对联网的机器进行编程和维护 所以说由人工智能这个议题可以发现 工业4.0时代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让自己跟上工业4.0技术的革新 不被淘汰 或许是每个人都需要好好思考和面对的事情 以上就是工业4.0大改革的主要内容 感谢关注陪你读书 欢迎点赞分享 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 我是主播杨洁 我们下期再会